实话说,这版闹翻天比我这期的视频还要水 近日分享变形金刚传世系列核心级闹翻天 包装方面依旧是挂卡加镂空开窗的形式 这种玩具外漏的包装形式我已经无力吐槽 以后也懒得再提 主体方面,闹翻天肯定是王国系列核心级红蜘蛛的重途 惊鸿闹是同一幕剧的重途早就已经约定俗成 只不过这三款里的配色我确实更钟爱闹翻天 而既然是重途,优缺点方面也和核心级红蜘蛛一毛一样 就比如尺寸虽小,却刻画得很不错的迷你头雕 胸前的银色涂装也让人眼前一亮 和红蜘蛛站在一起,确实是闹翻天的效果更好 但是令人不理解的是,闹翻天居然没有招牌的奶射线枪 而只有一个类似叉子的小配件 拿在手里的效果也多少有点奇怪 看看说明书,其实这是个多款联动的配件 王国系列核心级热魄带有剑尖 传世系列核心级西怪则带有护手 而闹翻天府带的其实是剑柄部分 把这三个配件简单的插接在一起 就成了一把华丽的大剑 奇怪的是,把手部分的插栓被挡住 既不能横着90度,也不能竖着90度 好在倒是不影响拿在手中的气势 变形流程方面,这款模具倒是既小巧又有趣 而既然是同模具,变形流程参考核心级红蜘蛛即可 这里不再重复录制 变成飞机形态之后,倒是依旧还挺好看 而且和红蜘蛛对比,历来都是闹翻天的配色更顺眼 只不过机翼下少了两把枪,还是会有点怪 而闹翻天的配件可以安插在机头下方 你还别说,装在这里虽然有点另类,但是并不难看 闹翻天的身高和红蜘蛛一样,同样是9厘米左右 加上配件的重量大概有34克,和红蜘蛛基本持平 有趣的是,虽然是同模具 闹翻天的手感却比红蜘蛛要紧实一些 总的来说,这款闹翻天作为一个几十块的口袋型玩具倒是合格 只是没有招牌的奶射线枪,多少会让人有些不爽 入手它的理由,要么是你想凑齐核心级的飞机小队三人组 要么是你拥有另外两款,想要拼成这把大剑 又或者你更喜欢闹翻天的配色 否则入手它的理由并不算多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你的支持非常重要